过年快要到了 而年货大街卖糖果零食的小贩呢 却他们是大探生意难做 他们说今年没了消费券 所以买气就掉了五成 不止如此呢 这个大卖场他们为了要充买气 所以就展开了流血的折扣站 从3.3折到2.5折什么都有 就是为了要在过年的时候能够充高买气 年货大街夜市里 满坑满谷的零食糖果 摆满整个摊位 客人络绎不绝 但似乎看的人比买的顾客还要多 让小贩大态今年没了消费券 买气也掉了快五成 没办法老板只好靠着一双巧手 这么捏啊捏绑啊绑的 做出一个个造型气球充买气 除了糖果大特价之外 气球更是免费奉送 真的吗 所以你是指定叫老板做这样吗 对对对 今年零食糖果真的智商了吗 看看中部年货大街 不但糖果全面打五折 更打出了鞋子一双75 袜子15双折100的大特价 就连大卖场也分别推出了上万件年货商品 不但下刷3.3折起 最便宜的还打出2.5折的流血价 买2500还可以折底200块 都是为了在不景气里冲冲过年的买气 像这位夜市里的糖果小贩大探生意难做 而过年民众荷包没有满满满花钱有节制 叶子只好想办法送免费的造型气球 只希望越靠近过年买年货的民众变得更多 中文新闻张戴景云林报导